上集说我烂尾的朋友到了吗 作为全宇宙最有担当的男人 深毒菌自己烂的尾怎能不擦 上集胆汁之路那就是个铺垫 你要问胆结石到底打哪来 戴好你的3D眼镜 跟着深毒菌一起去看结石修炼手册 胆结石的修炼分三段 跟深毒菌一起数 一 二 三 吸出 成合 沉积 第一段 吸出 还记得胆汁的成分吗 那些钙 胆色素 胆固醇 不一定肯在胆汁里老是呆着 搞不好就玩个吸出 假设10毫升的胆汁最多溶解10个钙 如果胆汁只有5毫升时 钙却有10个 那就会吸出5个钙 或者10毫升胆汁却来了20个钙 会怎样 只能吸出10个钙 胆色素和胆固醇的毛病 跟钙是一样一样的 不管是胆汁少了 还是钙 胆色素 胆固醇多了 都会有晶体吸出 深毒菌简单地把胆汁里这些吸出晶体分成两类 胆固醇类 医书上说 胆固醇是一种聚之类性质的物质 是构成人类细胞膜的主要成分 还是人类性激素的主要原材料 胆汁合成 少不了胆固醇 肠道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胆固醇 这货还有个特质 就是难溶于水 只有和胆汁中的胆盐 卵鳞汁比例刚刚好的时候 才能在胆汁里乖乖地待着 一旦这仨货比例失调 胆固醇就吸出了 胆红素类 红细胞一死 橙色有毒的胆红素就被释放出来 进入血液 医学上称之为未结合胆红素 人体内的红细胞每天都在更新 那胆红素可不断动啊 这小动物老是乱溜达 肝表示看不惯 抓起来 用蛋白 胡桃糖 把它处理成无毒稳定的结合胆红素 结合胆红素跟着胆汁一路来到胆囊 如果胆囊 胆管发生感染 入侵的细菌会往胆汁里投放细菌酶 强行把结合胆红素分解成未结合胆红素 未结合胆红素生性不甘寂寞 逮出个四处游荡的钙离子 立刻扑上去 搞出个胆红素钙炎 细菌酶不断地分解结合胆红素 胆红素钙炎越来越多 直到吸出 第二段 橙和 胆汁中除了吸出的胆固醇 胆红素钙炎 还飘着很多细胞碎片 金属离子 甚至寄生虫等 反正都是被遗弃的祸 咱们爆弹取个暖吧 这就是橙和 第三段 沉积 如果胆汁没问题 流速和流量都正常 那冲走这些小团伙 完全没压力 可转过画风 胆汁变粘稠了 胆汁的量减少了 流速和流量都不给力了 咋整 小团伙迅速安营扎寨 不停吸收各路垃圾入火 胆结石就形成了 由胆固醇吸出的晶体 招揽垃圾形成的结石 叫胆固醇结石 多见于胆囊 质地比较硬 由胆红素钙炎吸出的晶体 招揽垃圾形成的结石 叫胆红素钙结石 多见于胆管 像泥沙一样 到处都是 沈杜君 你这弯弯绕实在是太深了 我来回放一下 从胆汁的成分 讲到吸出晶体 从晶体不安分招揽垃圾 到胆汁不给力 造成了结石形成的良好环境 再就到结石了 沈杜君 真得为您这智商疯狂打尻 先别尻 沈杜君得瑟的心 正在熊熊燃烧 想知道胆结石形成以后 又做了哪些妖吗 想知道胆结石 那些症状的背后 都藏着怎样的秘密吗 沈杜君本着 不拔不足以平民愤的心态 扒开胆结石 所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下集等你